摆骑充成,铁甲森森 为首胖子武将体重骑马有两百斤 但是没有给人丝毫累赘感觉 体型健壮,肌肤黑碳 胯下坐骑也是一体乌黑重型马 身后铁骑以一线姿态直线驰骋 胖子武将身边偏偏有一名娇柔女子 并肩齐驱,气韵生动,采肠飘秀 宛如仙人 年轻女子身穿深沉幽静的寄清绣裙 内衫是娇艳柔美的鹅黄 精致而大气 她腰挂一柄孔雀绿剑鞘的古剑 便是与这些北满南朝军旅第一精锐铁骑 共同集持 竟是绝无半点花瓶嫌疑 愈发衬托的胖子武将麾下亲为铁骑雄伟 异常 北满王朝版图广袤 但自黎阳王朝一统春秋以后 六次清静举国之力展开的宏阔战时 仅有一次牵涉到龙腰州所在的中线 主要战场皆是两辽所在的东线 以及争锋相对的北满孤赛州与黎阳梁州所在的西线 离飞湖城百步距离 胖子缓了缓马速 抬头瞥了一眼挂剑阁 风尘仆仆的胖子呸一声吐了口浓潭 低声骂骂咧咧 身后铁骑百人犹如一人 动作如出一辙 战马贤尾兼距并没有因为缓速而产生变化 胖子姓董 父亲是春秋移民世子 母亲是北满本土小门小户的女子 当入伍十几年以后 董胖子将两百斤肥肉全部锻炼成肌肉时 也从一名吉吉无名的小卒子 一跃成为北满南朝最耀眼的军界枭雄 便是与孤赛州持节令 三位大将军 以及那些南朝重臣都可平起平坐 按北满国律 南朝官员与北王庭皇帐臣子即便同贤 品质仍要自降一品 唯有那些被北满女帝特赐嘉奖的南朝贵人 才可依次递增半品 马上这个死胖子 是北满皇朝唯一一位荣获三次特勋 以至于炙手可热的权贵人物 故而本该是正四品五江贤的他 手握军权 直达从二品 西县三名大将军 黄宋蒲柳归杨园在 孤赛锦西两位持节令 这些打个喷嚏就能让边境 抖一抖的正二品封疆大力 清一色都被眼下这个两百斤胖子骂娘过 其中更是与被女帝破例书勋 南院大王的黄宋蒲拍过桌子 更传言曾与杨园赞约好地点 卷起锈馆干过假 死胖子能活到今天 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死胖子一脸咬牙切齿 慕容保顶这老乌龟怎么管束的族内小崽子 明明已经给过一封密信 慕容张台竟敢还去带私兵劫略凶嫂与侄女 你娘的真以为自己是无榜地久 就高枕无忧了 嫂子这桩血案且不去说 那是做亲生女儿的侄女 要是出了丁点披露 老子这辈子就算跟你慕容保顶死磕上了 你慕容保顶一脉子弟 以后再来孤赛州抢夺军功 我保准奏得你们爬回家后 连爹娘都认不出来 一路行来临近飞湖城 已经有数拨斥后在半里以外 游业刺探 董胖子对此根本不去理睬 就这些家伙的奇术与战力 身后自家骑兵随便拎出去一个都能射落马下 仅论马篮子及斥后的杀敌本师 天底下也就陈之豹 调教出来的白马 有弩能与他的乌鸦篮子比较高下 礼尚往来真刀真枪死斗了这么些年 胜负都在五五分 董胖子咧嘴笑了笑 更显阴森 他自知不是风流倜傥的面善人物 入伍前 街坊孩子见着他就要吓得哇哇大哭 除了男人意气相投不说 这辈子反正就没被几个女人和小孩讨喜过 所以一旦遇上了 董胖子都尤为珍惜 女人就两个 都成了他媳妇 外界都说大房二房之类的 董胖子一视同仁 谈不上更宠谁 反正先成为明媒正娶董家儿媳的就是大媳妇 后入家门的就是二媳妇 这叫先来后到 我的道理好讲 老子反正也不是喜欢讲道理的人吗 身边这位 可是那提冰山那老匹夫的心肝 不一样被我抢回家了 老家伙三天两头嫌弃自己 武力不堪入目 你娘的 你懂个屁的兵法 武夫极致 不过千人敌 老子可是万人敌 早瞧你老头不顺眼了 别仗着老丈人身份和武道大宗师就瞎嚷嚷 喷老子一脸口水 都挤回了 老子也就是尊老爱幼 不与你计较 顶多拍拍屁股 转身大晚上 拾多你女儿去 这叫一物降一物 懂胖子身边女子 见到那张再熟悉不过的笑脸 无奈道 夫君又想使坏了 这次轮到谁遭殃 死胖子打哈哈道 夫君我向来以德服人 向来与人为善 广秀飘摇 如天庭仙人的柔媚女子 皱了皱眉头 你就如此喜欢那个桃蛮舞 以后我与那人的子女 你恐怕都不会这么紧张吧 懂胖子黑黑道 这话多见外 桃蛮舞是你相公这辈子 唯一打心眼喜欢的小孩 又是大哥的遗孤 多心疼一些又咋的了 你与大庸公主不对付也就罢了 女子相度 是人之常情 可你瞎吃小孩的醋 这可不好 要是四下无人 相公可就要家法伺候 打你屁股了 父亲是提兵山山主的女子 本想冷哼一声 已是心中微微不满 只不过见到她一路昼夜即行 每日休息 不过就是疲累至极材 不得不打个小胆 脸上拿水布 一抹都能抹下几层灰 嘴唇早已干裂肾血 为了找寻那名在丫头绿客栈失踪的年幼侄女 几乎调用了手上全部人脉资源 去依靠那搜寻来的只字片语 死命追虐蛛丝马迹 这是她第一次见到她除了打仗 与拐骗媳妇以外 如此不择手段的兴师动众 见着她那张轻瘦下陷许多的脸颊 心中一揉 就不忍心用言语去针尖队迈芒 她换了一个话题 看到城门外兵甲鲜明 眯眼轻声道 但台长亭私下不是你好兄弟吗 为何要阻你 死胖子打了个哈欠 他给边境将军们挖坑 不埋那叫一个熟人 指不定事后那帮家伙 还得过个好几年才回过位 在想骂这个阴险狡诈的死胖子 就已经没了那份心气 不过死胖子对自家媳妇 从来都是有意说一 解释道 长亭要是在南朝做官 与我亲近是好事 可去了皇帐做传琳琅 再与我眉来眼去 皇帝陛下不介意 耶律与慕容两族 难保不会学妇人嚼舌 终归不是美事 我干脆就来 一场骗不过老狐狸 却能忽悠许多笨蛋的苦肉计 起码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 顺便让北边知道 飞狐城还有个 敢跟懂胖子较劲的年轻人 这个传琳琅也就算板上钉钉了 你呀 都是被你爹惯的 不爱动脑子 比他笨多了 娘子 别跟我瞪眼 知道 你这双眼眸而漂亮 当初就是 被你这么一瞧 给迷倒的 魂都给瞧没了 再说了 笨有笨的好吗 都像他那样聪明 我做相公的 也累 还是笨些好 打个比方 事先说好只是大比方啊 相公与兄弟们去了趟青楼喝花酒 回到家 他一闻酒气之粉味 就要让相公跪搓衣板 你呢 拿着相公顺手买来的胭脂 就欢天喜地 你说 我更喜欢哪个 女子奄然一笑 笑意里头有杀鸡 死胖子 一巴掌拍在自己嘴上 于是接下来原本谋划 要与弹台长 屏站上几时回合的好戏 就成了未来传铃郎 被插在牛粪上的那朵鲜花 一剑就打落下马 董胖子入城时 叹息道 对不住了长平兄弟 都怪你小嫂子 当下心情不太好 一剑如龙的身边女子 没有任何神情变化 轻声问道 夫君 接下来如何找寻你侄女 死胖子出了城洞 拿手遮了遮阳光 平静道 封城 然后刮第三尺 什么时候找到了我在离城 女子忧心忡忡道 夫君就不怕惹来非议吗 董胖子撇嘴冷笑道 有人不服气 就来找老子理论好了 老子慢慢跟他们讲道理 讲不过老子就拿铁骑碾死他 身后两名亲其犁的较劲 听到将军这句话 会心一笑 这就对了 咱们董将军肚子里没墨水 偏偏喜欢与人附庸风雅 和讲平道理 大半是面红耳赤吵架不过 就跳脚骂娘 若是还不解气 就要动手动脚了 南朝官员都恨死了 这个没脸没皮的王八蛋 尤其是春节时分 毛笔字写得蚯蚓扭曲的董将军 还非要卖弄才学 走门窜户 死皮赖脸要那些南朝府底 都挂上他写的春联 狗屁不通啊 丢人现眼啊 记得曾经有街上 邻居的都监大人 和观察室大人 耍了小心眼 一个说是风吹掉了年毡 不牢固的春联 一个说是放鞭炮 炸坏了春联 结果第二天 死胖子就肩扛两幅春联 又屁颠屁颠去挂在两位 军界全臣的大门上 亲自拿粥汤年好 笑嘻嘻说 这会儿保准风吹不掉 鞭炮炸不烂了 若大一座权贵 满地多如狗的西京 也就只剩下 黄宋蒲大将军 敢直接将这个死胖子 挡在门外 门房指了指 门口一块石碑 上面明确写有董卓部的 靠近府邸五十部 北蒙南朝 恐怕除了边军士族 也就大将军柳归 算是与这个面目可憎死胖子 唯一亲近的大人物 结果柳大将军前两年 有意将孙女许配挤他 被胖子拿家有汉父当党剑牌 结果没几天 就迎娶了提兵山山主的独生女 听说把老将军柳归气的怒法冲冠 差点就要披甲上马去宰了这副黑胖子 女子柔声道 早知如此 当初为何不亲自护送嫂子侄女 前往留下城 董胖子阴沉道 那位嫂子不像是能为陶大哥守寡的女子 我与她素来不亲 见她作甚 陶大哥才死 就写信给我 要为他那儿子讨要一个官爵名录 我这人脾气古怪 你开口要了 我偏不给 你不开口 我倒是不介意帮你铺好路子 陶大哥就一个儿子 若是被他养大 迟早要变作一个吃喝玩乐的顽固子弟 有屁的出息 按照我的意愿 就该丢进老子的军中 能活下来成为乌鸦兰子 有你叔叔董卓一天富贵 就缺不了你的锦绣前程 可那女子舍得吗 她还不得揪心死 戳我的脊量骨 而那侄子心性不随陶大哥 随他娘亲 所以我只喜欢小蛮舞 我董卓发过誓 不成北莽第一流的将相 绝不去探望老五常 董胖子冷哼一声 只要被我找着了蛮舞 一定要小闺女 比任何一位公主郡主 还要活得自在 谁敢欺负她 活腻歪了 女子揉了揉并脚青丝 轻声道 从消息上看 是一名游历龙腰洲的配刀青年 裹挟了小蛮舞 到时候见面 你该如何计较 董胖子脸色稍缓 笑道 老子不管他是什么人 什么身份 只要没对不住小蛮舞 只要他敢狮子开口 我就敢给他报仇 提冰山女子笑道 我就喜欢夫君这一点 死胖子哈哈笑道 娘子 我可是喜欢你很多点 生下来便活在江湖顶点位置 看风景的女子 对待世人 天生冷眼相向 唯独对这个命中克星的死胖子 丢了个唯有真心喜爱 才会流露的魅眼 死胖子眯眼望向城内 他不喜好这座飞湖城 太娘娘腔了 看着就心烦 铁骑入城 并未长驱直入城木府底 而是象征性绕成一圈 途经东北角移动酒楼 女子猛然转头看了眼楼上窗口 死胖子那闷道 何事 女子想了想 摇了摇头 胖子只当是有际于自家娘子的浪荡子 不以为然 若是平时 大可以打杀一顿 可现在实在没这个心情 自己只带了一百旗 总不可能无头苍蝇 一般满城找人 归根到底还要让官府出人出力 董卓常呼出一口气 轻轻说道 小蛮武 再等一会儿董叔叔 未完待续